被衣穿三 这还是史莱克学院吗 没那么简单 这才第六点 之前的五场比赛 史莱克学院每场都只用了两个人 也许 今天他们只是刚好被对手克制了 只要同位控制的唐三不在 控制些魂师能对其他些魂师都形成克制 胜算很高 史莱克学院也不怎么样吗 懂不懂什么叫战术 晋级赛虽然是个人赛 但获胜的关键却是团队协作 最终让几方一名队员在擂台上站到最后 大师的目的正是如此 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看清楚对手的攻击方式了吗 这是你第一次上场 胖子 人了 这 也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 有这个人的资料吗 看来史莱克早就放弃了这场比赛 不是磨练魂尊 就是培养新人吗 拳护士确实恶心 以前从未出场过 不会是哪个宗门 托关系送进魂师大赛找见识的 这也太不尊重大赛了 小胖子 姐姐的头望可是很快的 你还是下去吧 万一姐姐伤到你 可就不好了 你的目标 是将他们全部击溃 可是老师让我上场呢 我就这么下去 回去会受到处罚的 不如 姐姐 你打我下去吧 不过你可要轻一点哦 没问题 我可不会欺负胖子 这胖子居然是魂踪 史莱克学院的第四位神手 是一位41级强攻性战魂踪 这名神手在大赛中 还从未登场过 究竟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齐品火属性武魂 第四魂技 从未要散 这小子吃了机关凤凰盔之后 凤凰之力的彻底提纯 救命 光轮爆发力 已经是史莱克七怪中最强横的了 这场我们认输 第四场 史莱克学院获胜 怎么会是一个从未出场的魂踪 还偏偏是克制植武魂的火焰性 这也太不经嘎了吧 要是他保持全胜状态下的魂力 说不定还有一点的威胁 现在吗 这就是武魂克制 这就是武魂的火焰性 这个火焰性 这就是武魂的火焰性 这个火焰性 啊 啊 啊 五哥吧 不愧是史莱克许愿 你这场的对手 是我 植物学院上场的第六位选手是 他们的队长 一位44级控制系战魂组 这样的等级在所有的参赛选手中 也是明列前茅的 在晋级赛中 他一直表现优异 多次连败对手 其中 无法拥有火属性五门的魂式 可惜啊 我的赤岩荆棋 抗火 可惜啊 我的蓝银草活灭 怪不得那个火舞盯着你不放 原来这种话听起来这么前奏啊 狐狼梅雨 上哪去啊 你还受伤的应该多休息 不关你的事 第三文技 惊奇之差 避得极品的火属性五魂 誓言荆棋的抗火效果明显下降 但只需多支撑片刻 便足以让控制系魂师和强攻系魂师间 绝处胜 第二魂技 荆棋约束 第三魂技 凤逆天降 好 马红俊神手选择了一个最不容易躲避攻击的位置 难道 他倒算正面对抗对手的魂技攻击 第四魂技 清晰 清晰 五魂战幽 但经验不足 妖子的目的显然就是将它逼到空中 十来颗血缘差点又出了一个一川六的怪物 小刚 没事吧 第二魂技 灵火疯狂 即便同样是火焰 有的只能点着木柴 有的却能融化钢铁 如果连赤炎荆棘都无法克制 那他的火疯狂无魂 也不配成为最顶级 第四魂技 疯狂小天机 什么 胖子 手下有钱 还好马红军及时收住了凤凰孝天机的第二段攻击 凤凰岩将冲 不然对方就算侥幸不死 也会落下残疾 他的心急封锁住了自己的退路 也算作茧自负吧 六连胜 史莱克学院再次完成了六连胜的壮举 而植物学院还有最后一个参赛队员 他能不能阻挡史莱克学院 还好只是昏迷 但对方魂技的威力明显远不止如此 最后一场比赛 我们认输 植物学院气泉最后一场比赛 本次积极赛的胜利者是 史莱克学院 他们完成了一次七连胜 超棒的 字幕志愿者 李呗斯 起来 门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